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好,我们上一节课呢,要求大家自己来实现对链表节点的三处实现,对吧? 相信大家已经认真的去思考和完成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原代码的实现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好,这里 我们这个程序啊,两个操作 首先是创建链表,让我们输入到链表中 第二个,我们实现消除链表啊 消除链表,我们有两个行仓 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要消除的节点啊 Head及链表的投资生 第二个仓数呢,是什么? 是要我们要消除的那一个的节点啊 现在消除的那个节点 第一个是我们要被消除的那个节点存在的一个链表啊 我们来编译一下 运行一下 程序的实现是这样子 首先要求我们输入,对吧? 就在于 我们在man行数进去了 首先是create,对吧? 实现输入 输入到链表中去啊 然后将输入它这个create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了 它返回的是创建好的这个 嗯,这个链表的投指针,对吧? 把它投指针传递给这个 也是同样指向student 结构的一个指针啊 把它指针地址传过去啊 再把地址给了P这个地址 然后P这个地址给了打印啊 这个打印出来了 然后要求我们的 创除操作 创除节点操作啊 这里就创除节点 作为P P打印的仓数 因为呢 这创除节点啊 这个函数返回的也是一个指针啊 一个指向了创除完之后的 链表的投节点的指针啊 那好,那我们看怎么实现 首先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输入数据 10101啊 这个同学的程序呢 是99.5分 10102 乘计是98啊 10103啊 乘计是89啊 然后0表示输入结束啊 那我们把我们刚才的数据 都给打印出来 对吧 那我们要求 我们要输入的一个number 学号 那我们就 创除10101 试试看 然后02吧 中间那个 好 创除完成之后 他说delete number 101020 seed 成功 创除 然后这时候我们打印出来 调用prim 行数 打印出来有两个数据 因为02已经 从我们的链表中 创除了 对吧 就只剩下10101 还有10103啊 就剩下这两个数据 OK 那这个程序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最简单的什么 数据库操作 对吧 创除链表 创除数据库里面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具体的是如何实现 我们到这个 这啥啊 这个创除的这个函数的内部啊 内部在哪 在这 好 我们把这个光掉啊 爱手爱脚 不要看它 好 我们这里delete啊 返回是一个指针 什么类型的指针 stress student的指针啊 指向这个student结构的一个指针 好 一来我就定义P1P2两个指针数据啊 然后 我们来判断 首先要判断我们传进来的这个指向投节点的指针 是否指向new对吧 如果是new的话 如果投节点啊 如果投节点 指向new 那不用说了啊 这是一个空指针 忽悠着啊 这是一个空链表啊 忽悠人的 纯属忽悠啊 好 然后就这里有一个go to语句啊 go to呢 就是直接跳到这个and 这个标号的地方啊 and这里有一个标号 用冒号来说 它是一个标号啊 这里的话呢 建议大家还是用大写字母啊 比较习惯用大写and 那么go to end 就是一个直接的跳转啊 相当于我们汇编的一个jump指令啊 跳到这个标号处 and这个标号处就表示整个程序的结束 对吧 那因为空链表 空链表就是空了 空了你还怎么伤 所以就提示错误啊 这个链表是空的 然后就结束掉啊 好 那么如果 不会进行这个判断的话 就继续啊 不会为空 那就pe等于head 就我们刚才定义的两个指向 这个数据啊 指向这个结构的指针啊 pe指向了head 然后我们判断了 当我们的pe的number啊 pe 它的指向的链表的 第一个节点啊 它的学号不等于我们要 删除的这个学号的话 还有pe的nes不指向new 也就是说pe还不是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它就怎么样 pe的值就给了pe啊 然后pe就指向了下一个数据 好 这时候第一个数据是pe指向了 第二个数据是pe指向了啊 pe移情别列指向了下一个节点 好 直到什么呢 直到要么两个条件 要么pe的 这时候pe的number学号 等于我们要删除的学号 要么pe指向了结束的标志啊 也就是说整个链表便利结束 才会退出这个while循环 对不对 因为 这个是end的操作啊 两个只要一个为0 它的结果就会为0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就进行判断了 判断 因为它退出了有两个条件嘛 第一个是符合条件啊 number等于它的number 第二个就是整个节表便利结束 没有遇到number啊 那好那我们进行第一种判断 pe指向的学号等于我们想要删除的学号 那这时候就应该来做删除的操作了 怎么删除呢 那我们还必须来辨证一下 pe这时候是不是头节点 对吧 是头节点的话呢 我这时候就必须把头节点给了pe的下一个 然后才把pe给上了对吧 你不能直接把头给切了 直接把头给切了的话 你拿什么来返回 对吧 头应该指向pe的下一阵啊 然后再把pe给挣掉 那如果不是头节点 那好吧 因为我们之前做的是pe是指向了pe的上一个节点 对吧 那也就是说将pe的nest复制给p2的nest 对吧 例如说啊 这时候pe是指向a节点 pe是b节点 pe的nest就是c节点 那因为pe的nest就是b指向c 对吧 pe的nest就是a指向b 那这时候将p2的nest等于pe的啊 将pe的nest给了p2的nest 那就是说pe的nest就是指向c啊 就是将c给了a 那就是直接把b给去掉 就这么回事 对吧 明白吧 nest是一个指针啊 指向下一个地点的地址的指针啊 好 那我们就输入怎么样 删除成功啊 这件好事啊 这两个情况 当它为头节点的时候啊 我做一下注释啊 量好的注释是一个好的编程习惯 是学好编程的开始啊 好 这里是当将要删除的 删除 删除的节点 位于头节点的时候 上面是特殊的对吧 这个是一般情况 好 一般情况 一般处理 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 对吧 然后呢 n 等于n-1啊 n 等于n-1 为什么有-1啊 -1之后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n是干嘛用的啊 n啊 这里要注意一下 n n是作为一个全局变量 变量 变量啊 变量 用来记录 链表的数据量 啊 数据数 啊 有多少个数据啊 对吧 多少个学生 我们这里前面已经做了注释 但是为了因为程序比较长 所以各个地方都做好 不要注 做好 不要多的注释 这样方便别人的查看 对吧 好 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啊 如果n-1不是等于p-1的n-1的话呢 那是什么情况 那只能是 会使得这个退出 只能是他的下一个指向new 对吧 也就是说变量了整个链表之后 他没有解啊 他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 商处的number啊 那就输出了 我们的这个number not found啊 然后正常退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啊 忘了做注释符号了 好 那我们 我们来故意试一下 商处的number不在里面 会不会正常的退出啊 好 然后我们结束这个链表 我们来商处一个1啊 我们这里面没有1的学号对吧 101011010210103 那我们商处1啊 那看一下 好 他说one not been found 啊 一个王城词啊 表示1没有被发现啊 没有发现这个学号为1的学生啊 你输出是错误的 然后还是链表里面没有商处 那还是依旧是三个recourse 三个数据对吧 分别还是一样的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啊 这样的数据库是比较安全的 不会乱来 好 那么我们的商处操作就是讲到这里啊 比较简单啊 难的还有难的就是我们的插入操作 好 那插住要做的动作相对于商处来说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呢就比较复杂一点 对吧 我们都说要把一个人给从这个世界上抹掉那只需要一个人的努力啊 要把一个人把从这个世界上荡身需要两个人的努力 对吧 对吧 所以插入呢是比较麻烦的啊 对链表的插入是指将一个节点插入到已有的链表当中 为了能够做到正确的插入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怎么样确定我们插入的位置 第二个怎么实现插入啊 主要就是第二个 好 大家不要乱想啊 我们可以先用指针变量P0指向带插入的节点啊 P1指向第一个节点P0的number与P1的number相比较啊 如果P1的number大于P的number那么此时P1后移使得P2指向P1所指的节点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前提的条件就是说我们的number在链表中都是按顺序存放的啊 这样才有一个比较嘛 就是说1号同学是在2号同学之前 2号同学是在3号同学之前 3号同学是在4号同学之前 他们的学号呢是按顺序的进行排列啊 这样我们才方便说要确定将要插入的一个位置啊 好 那么得到这么三种情况啊 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这样的 第一种情况我们将这个P0要插住对吧 这个学号为10102啊 这里刚好是一个10103和1010101到10103之间要插住一个10102对吧 因为02在03之前在01之后好那我就先找到这个01啊找到0303比较大那肯定在03之前 好找掉这个位置 然后跟这个链表说啊我要进去 然后链表就说啊好你等等我先把3给甩了对吧 那这时候P1就指向了03啊 看了这个P2的NAS还是指向03对吧 在这里脱节了P2的NAS指向了我们的P0 然后将P0的NAS指向了P1啊 也就是指向了03 这样就做好了一个交接工作啊把它给练的进来 好那我们就看到了 主要发生变化 主要发生改动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NAS指针啊 所以我们在链表中的第三个数据 它的NAS变量非常重要 它记录了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只要改变它的位置就可以成功的 发生了插入和删除的操作 对不对 好那么又有特殊情况了 如果我们这个要插入的是10100啊 在最前的之前啊 也就是说在它的头节点之前 那又是一种特殊情况 那我们的head就指向了它 然后它的NAS节点指向了我们的原来的第一个 对吧 要三种情况来判断啊 这种是第一种对吧 这种是第一种 第一种 第一种特殊情况啊 这种是第二种啊 要插入的位置刚好是在 最前面的 最后一种是第三种啊 要插入的位置是在最后的 它们都有区别对不对 它们都有它的特质 它的固定的特性啊 例如说我们这个最要插入在最后的 我们必须怎么样 必须使它的NAS指向new对吧 比如如果它在最前的 那要使它的head指针指向它啊 它的NAS指向原来的第一个节点 那如果是在中间的话 过程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吧 要是先把它们断开 然后第一个指向它 它又指向第三个 这样一个操作啊 那么要区分三种情况 那要就就要进行判断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又给出了一个程序的流程图啊 流程图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流程图 因为呢 我们必须要学会看懂这些流程图 知道吧 因为我们一般去到公司上班啊 做编程 一般都是老大给了一个流程图下来啊 小的就跟着流程图来编程序 对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 首先P指向head对吧 然后P0指向我们要输入的一个结构啊 原来的链表如果是空表的话 那么P0所指的节点是唯一的节点 直接将它的下面指向ness 对吧 就在空表中插入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之前在空表中是不能消除数据的吧 空表是什么没有 要消除是不行的 但是什么都没有 要当生一个东西 那是可以的啊 这个可以有啊 就把P0给做进去啊 作为唯一的一个节点 只要使它的ness为new 是head指向P0啊 好 那么它不是空表啊 不是空表 那我们就来判断 P0的number啊 P0的number就是我们要输入的 我们要插入的这个链链表啊 插入了这个链表 它的number 跟这个我们的P的number来进行比较啊 如果是大于它的话啊 大于它的话 那么P就指向了下一个位置 在指向下一个位置的之前 我们用P2指向P来保存P的位置啊 然后P1才可以放心的走 好 那到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个循环呢 到我们的P0的number啊 要怎么样 要小于P1的number啊 或者说P到了什么 尾结点啊 这两种情况啊 这里是两种情况 好 那第一种情况啊 P的number小于等于 P1的number啊 P0的number小于P的number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不是要002啊 是小于03的到这里 它才可以插住啊 到这里不可以 因为02是大于01 它不会 它不会在这里进入啊 它会在这里进入 因为0102要比01小啊 比03小比01大 它就在这里 对吧 它进行一个对比 所以 好 那它如果说是小一等于这个啊 02小于03了 那好 那如果是的话 它就是P1指向头节点 啊 P1指向头节点 这是第几种情况啊 判断P是否指向头节点 是第几种情况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 怎么样 就是这种情况 对吧 本身P是头节点的话 那用这种方法 来把它插住 那么不是的话啊 不是的话 那就是这种方法 对吧 就是number1这种方法啊 啊 这里是 是的话 是实现了number2的方法 不是的话 是实现了number1的方法 插到中间啊 好 那如果是假的话呢 假的话 要使这个循环结束 它必须是什么 尾节点 对吧 也就是说 要插在末尾啊 那就P1的NAS指向P0啊 P0的NAS指向NU 好 最后因为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生额 所以呢 我们的N要N加1 对吧 链表记录的数据量 加上1 OK 好 这个是我们插住操作的所有思路啊 大家可以先把视频暂停一下 因为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同时会跟大家说这道题的原代码啊 这就不不留作作业了 留作作业有其他的题目 好 那么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 自己看着能不能实现一下啊 大家记住学习新语言 学习编程啊 更更多的是学习一种知识 最多的是你要去实现它 要去实践它 而不是说看你的笔记记了多少啊 笔记记了多少是没有用的 记笔信 记笔记是给你以后用的啊 是经常需要应付考试的朋友才需要记笔记啊 真正的学东西你必须这个时刻学了 你这个时刻就把它掌握起来啊 一种技能当你掌握的时候 你终身都会记住它的 不是说因为记了笔记你才能记住它 对吧 所以一定要多实践多操作啊 多提问啊 多互动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设计出的程序啊 我们依此就设计出 依照刚才的思路 我们会做出这么一个程序啊 多了一个 什么插入操作 insert 这个操作呢 需要两个啊 需要两个行仓啊 这两个行仓分析是什么 第一个是 是带插入的什么 不 是需要被插入的链表 这是第一个行仓对吧 那么第二个行仓呢 第二个行仓是啊 第一个仓数 第一个仓数啊 第二个 仓数是什么 是带插入 的结构的地址啊 我们把地址传过去就行了 对吧 不需要把纸传过去 把地址传过去啊 所以我们这里第二个是定义了一个指针啊 第一个也是定义了一个指针 把要改变的链表的地址改过去就行了 好 那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返回值肯定就是改变后的啊 返回值就是改变后的一个链表的地址啊 返回值我们就不用写了啊 众所周知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现啊 我们先来做一下实验 好 我们依旧是先创建一个链表 101啊 成绩98分 102成绩99分 103成绩54分啊 45分 然后结束 好 然后首先啊 我们刚才那个delete那个程序没有去掉 那我们就依此来 先把102这个number的学生给伤掉啊 因为它99分是作弊来的啊 作弊来的我们把它给伤掉 好 伤处成功啊 它的成绩不见了 好 那我们再输注啊 102 我们发觉它是超隔壁的小红的分数啊 超了99分啊 作弊来的 它事实上得的是35分 好 那我们是不是把它的数据也重新录住啊 那我们就需要输注的number 102啊 它的分数是35分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结构又有了啊 它就变成了35分 对吧 好 我们一看啊 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库的操作又变多了 可以相处又可以插住了 对吧 变得丰富起来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现啊 这是main函数的实现 非常简单 都调用了各自的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 insert啊 insert 好 insert这个函数如何实现呢 我们这里首先定义了三个指针啊 这要三个指针 需要三个指针来协助 首先P1指向head吧 从它的头节点开始变利 对吧 P1是一个啊 港死队 它冲在前面的枪打的那头鸟啊 枪打出头鸟啊 P0指向了 stu2 stu2呢 就是我们刚才 定义的要插住的那个数据结构啊 定义了这个要插住的数据结构 对吧 我们把这个输入了 输入它number 输入它的score啊 然后把它的地址 把这个结构的地址 传过来 当做参数传过来 好 那我P2都接到了啊 接到把它的地址给谁啊 给P0啊 地址传给地址 没问题啊 指针传给指针 好 然后我们判断了 我们跟着这个思想导图来啊 我们判断 这给它了 初始化了啊 这个是stu2 2啊 我们在这程序是2 好 那么判断它是否为空链表 对吧 如何判断 判断它是否为空链表 判断这个head是否为new啊 如果是new的话呢 怎么样 就直接把P0当成它的头指针 对吧 head等于P0啊 P0的ness就是什么 就是new 好 那就实现了 那么第二步啊 它如果不是空链表 那么就来 进行一个循环啊 这 这个是一个循环 对吧 大框包含小框 就是一个循环 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它要执行循环体内的内容啊 P0的number大于PE的number 以及就是end P1不是指向new啊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循环组合实现 肯定就是用一个while 对吧 while两个条件 P的number大于 appealing的number啊 就我们带插入的这个number 这个102啊 大于这个101啊 然后或者说 它的ness指向了new啊 不等于new 那好 它就实现了循环体内的内容啊 把P2 把啊 P2用来保存P1的节点 然后P1跳槽指向下一个节点 对吧 因为我们消除需要到P1的上一个节点 所以我们用P2来保存啊 好 接着 那好 这种情况下 它会去退出这个while循环啊 两种情况 要么P0的number 小于P1的number 对吧 也就是达到了插注的条件 要么P0跑到了最后表的结尾啊 那我们这里第一种情况 P0的number小于等于P1的number 那好 那我实现插注 好 怎么插 将head等于P1啊 P1的head 如果因为如果小于等于他的话呢 就有两种情况了 对吧 首先我们看他的P1是否为头指 头指针啊 是的话 按照头指针来查 插到了表头之前啊 如果不是头指针 就插到中间的情况 好 那么看 这里啊 P1等head 那说明P是头指针 那么head就给了P0 对吧 然后什么 P0的nest就指向了P1啊 那如果不是头指针 那就是P2是刚才 P1的上一个节点的值嘛 P2的nest指向了P0 P0的nest指向了P1 对吧 这样是比较简单啊 这样是比较简单啊 P1是头指针 头节点啊 节点 第二种情况啊 这里是普通情况 插入中间 对吧 这是插入哪插入头啊 头部啊 OK 然后 这个else是对应这个if的 对吧 那这个else是什么情况啊 那肯定 刚才我们要退出这个循环 只有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退出循环 对吧 两种情况 退出 wow 就是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 就是 我们这个 P1的number 要怎么样 小于这个 P0的number 要小于这个P的number 达到差处的条件 中间的条件啊 第二种情况 当P1整个变利王之后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他大的 那肯定把它塞在末尾 对吧 那好 这里是判定的第一个条件 这里判定第二个条件啊 P0 的number 最大啊 放到 插入到末尾 尾部 OK 那好 那这里时候 P1是指向最后了 Next就指向了P0啊 本身P的Next指向New 对吧 然后P0的Next 才指向New OK 最后N等于N加1啊 链表的数据啊 由于插入了 所以 增加了 增加了一位 数据成员 进入链表中 OK 然后把这个链表的头指针 新链表的头指针 插进去之后的新链表的头指针 返回回来 再通过什么调用呢 通过我们这个Prim 对吧 把这个Prim给调用了啊 我们这里用一个P又指向了它返回的头指针 然后把它给打印出来 就OK了啊 你其实也可以嵌套的调用 对吧 例如说你这个直接把它牵在这里面 这样也可以 但是看起来这个程序就比较复杂啊 但是也比较高深一点 对吧 一般高深的东西呢 就是别人不那么容易看得懂的 对吧 但是这样的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 我们都要低调 所以呢 做事都要做得比较 容易观察啊 容易理解 程序要写的 别人比较容易读 这样才是好程序啊 OK 那么这个操作操作就讲到这里 但是呢 还是留有一点点的问题啊 这个程序有些问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发掘 并研究方法来解决 什么问题 例如说我们要实现多次操作问题就来了啊 大家 可以到我们的论堂上提交自己的解决方案啊 希望大家认真积极的来配合完成啊 因为学习最重要的是大家互动 还有大家要动手啊 多提问多互动 多提交自己的思想 好 那我们说实现多次操作问题就来了 那么多次操作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把原代码打开 那把这段代码啊 这段代码是要求操作的对吧 那我把这段代码拷贝多一次啊 拷贝多一次 我就不要进行WOW循环啊 判断啊之类的 我直接拷贝多一次 就是想让他输入两个数据对吧 从理论上没有错吧 没有错啊 那我们来编译一下 好 首先啊 101 98分 102 99分 作弊的103 60 67分 好 结束练表 发现102是超了小隔壁 小名同学的成绩啊 把他给做了啊 把他给上了 然后呢 发现他的真实成绩是35分啊 那我们把102的成绩给他输入35对吧 好 那么因为呢 我们这里把他拷贝了两次 那我们又可以输入了 对吧 又可以输入多一个成绩 那我们就给了一个104啊 小隔壁同学加入了考试啊 并且得了满分 考100分 非常牛逼 好 我得先把他给停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问题好像抗似不可能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大家课后来讨论一下啊 并把你的思想的精华 并把你思想得到的结果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这是我们的论坛啊 于希论坛 大家可以到我们这里的 课后题讨论 作业提交讨论区 这里西语言 提交一下自己的答案啊 自己的见解 也欢迎大家多到我们上面来提问啊 好 最后呢 我们说后 说说一下课后的练习啊 我们的小小的作业 我们的作业呢 就是让大家尝试啊 实现输入程序 并尝试就是刚才那程序修改完整 并没有任何的bug 例如说输入错误 他会一个提示 对吧 成绩太高了 他有一个提示啊 明明就100分满分 你考了一个102分 那怎么回事啊 尝试一下 输入字母会出现什么情况 把它给丰富一下啊 因为一个 perfect的程序 一个完整的程序 就具有排错功能 对吧 好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将作品提交到我们的论坛讨论啊 然后呢 我们下节课讲的是共用体啊 共用体 我们下节课再讲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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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